持续还是关注在瑞瑞乡 瑞瑞乡公所至乡长吴万德上任以来 仍是调动频繁不说 现在也传出了圆明课 以及建设课主管与人员是大跳船 不仅地方议论 包括了乡代表钟明秋 陈修真以及钟子韵等人 在乡代表会乡政总咨询的最后一天 轮番咨询关注 乡长吴万德上任以来 乡公所仍是调动频繁就算了 就职即将建满一年 现在也传出了圆明课 与建设课主管人员大跳船 引发地方议论纷纷 也成为了今天 向代会定期会议议程 向代表们咨询的焦点 按照我们原住民的工作权保障 来规定 来让我们的原住民在公所里面有工作机会 我们那班只有三个班 可是乡公所这里好像都没有 没有照顾到我们这三个班 包括乡代表钟明秋 陈修真以及钟子韵 赖铭又等人在内 特别就原民课与建设课人员调动 以及禁用原民比例是否符合法规等问题 向乡长吴万德提出质询 乡长与人事主任站在质询台上 答寻说明 乡长吴万德也强调 因应业务的需求做人力的调整 而至于人员辞退或个人生涯规划 而调离也都给予尊重 对乡公所各科室人事业务 一年内是频频更换或调动 不仅是影响公所团队士气 整个乡公所团队何时能够稳定步上轨道 相代表们也不经忧心质疑 记者是一遇蓝瑞瑞采访报导